我們來做一點折射定律的題目 這種有人有一張圖有三四條線 有人有四張圖 反正就是看完圖之後可以問你 速度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或者問你說那條折射線該走哪一條 哪一條 請問你有水是到空氣中 然後呢已經告訴你說空氣比較快水比比較慢 然後有四條線誰可能是折射線 折射是要進入不同的界值 所以不會是丁 丁在同時丁要反射 回到圓界叫反射不會是丁 所以剩下的夾一筆變成丁 那麼不可能是乙 乙叫做沒有折射 沒有折射只有請問叫做垂直的時候 所謂沒有折射 這個沒有垂直所以一定會有折射 但是問題是會偏向反線還是偏離反線 折射角要變大還是變小 因為空氣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折射角要變得比較大 所以要偏離反線 所以一開始選的是丁 所以我們要選的是C OK 這就是這種題型 另外一個題型就是我畫了四張圖 然後就可以按照圖可以請你排大小 光速誰比較快 有的是問你假大於一頂 假大於一頂大於一頂 或者是問你說誰最快 或者是問誰最慢 這題是問你誰最快 看圖就會知道 看圖就會知道 就是根據我們的折射定律 角度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會比較快 就可以就可以曉得了 好 現在是要找個可愛的小女生對嗎 小女生 有 有 Number 4 4號 4號 你選誰 你選B 請坐 選B的原因就是因為B的那個折射角最大 代表它光速最快 因為它入射角是一樣的 入射角是一樣的 所以折射角越大 就代表光速就會越快 這也是學測考過類似題的 有畫一張圖 然後給一些角度 或者用看就看出來 誰大的誰小 然後就問你說 這個光速誰快誰慢 也是一樣 也是要利用折射定律的第二個 角度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會比較快 比較快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多少 這個應該是多少 應該要找男生了是嗎 有可愛小男生嗎 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3 4 你選誰 你選豬 你選豬請坐 好 你選人叫做豬 答案 一樣 看角度 角度越大 就代表 速度就越大 底面就是60度最大 第二個是比50度 最小的就是假 是40度 所以是以大於比大於假 這就是非常喜歡考 很容易考 但是也非常簡單的 運用折射定律的第二點 角度如果比較大 就代表光速會比較快 你就可以判斷來 折射線應該從哪一條 就可以判斷出來 在不同的界當中 速度會誰快誰慢 就是我們 有關於折射定律的考試題目 OK